字幕组 字幕组 各位早晨 今天水偏眼 譬如说叫水偏眼 所以看到我的头发都 接近Boss Johnson 的发型 OK 不过不要紧了,反正一集 就是说英国 用一个Boss Johnson 的发型 应该是一个 不错的安排 OK 有部分议员办事处 做BNO申请 做到吐 暂停协助 做BNO申请 我都亮解他们的工作压力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 有时候 香港人是不明白 一些 一些 即是一美特急字 特别 40岁以上那些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真的觉得是需要少少做一些 教育的工作 现在BNO 整个申请 你这么多人 折护护照申请过去英国 是有几个问题 首先 第一 为什么这些车要 我走走呢 原因是因为 没有了 Passenger Flight 以前 有很多Passenger Flight 的时候 文件和 货是分开的 货是分开的 就是以前的Passenger Flight 很多 有些文件可以 譬如买机套位 有些就是送去外比锡 中央处的 然后再去 经外比锡 回到伦敦 但是有时候 如果他们有位 有位就可以了 文件不是很多 文件的 他可以买 直接香港轮敦 客机 然后直接送去 更快 他们以前有很多 Facibility 以前 触遞快的原因 是因为 他可以用尽任何 Facibility 当然他赚得你多 问题是 因为他收到你钱 够多 他就可以在成本上 计算到条数 他可以赚到特别一行 用尽任何方法 任何 第一时间上机的方法 他都会给你上机 因为你知道 做物理有很多 Rotting 但是现在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算英国回香港 也有类似的问题 主要就是外比锡 因为 那些车可以分达 外比锡 去香港线 Aerogic 那7班 每个 7至14班 这些车是我也一般的 你也知道 很多 例如空油 和货 都是在隔音上 这个是 第一个问题 OK 那接着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BNO 不是每一个HMPO的职业都懂得做的 BNO是一些很奇怪的 形怪状的护照 不过我也这么说 因为 以前 申请Renew BC 和BNO 是那一份 如果你是居英权计划 那些 我觉得你们就应该有经验的 FORM C FORM C 是填死你的 填到傻的 FORM C 很麻烦的 我又要问你 爸爸是吗? 妈妈是吗? 又要问你 你的 Registration Certified Certic 那些Cert是多少号号 你不记得 Registration Cert 或者你不知道 他把Registration Cert 放在哪里 你就有时间搞 因为他不是一本护照 就换一本护照 OK 你一定要记得 Renew的 如果BNO 如果BNO 不记得Renew的 你自己找自己的品 有些文件做死的 现在也是的 其实 因爲 英国BNO 的establishment 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所以 它要文件 checking 的功夫 很多 但是BNO FORM 以前是非常简单的 以前没有那么多 负不负柱的问题 那时候 还在网上做的 那时候 还在英国 金钟英国影视局做的 你求狗期 总之就是 你的名字 地址 电话 出生日期 那些基本资料 就是 舊做一本护照的资料 你这本护照交给金钟正义 那些人 完 因爲 BNO 登记程序又奇怪 一般 因爲 英国护照的登记程序 就算登记 入籍也好 它都是要有一个 入籍程序 外政部做整个file 但是 BNO 就是将你BDTC 的file 整个copy 去BNO 接着发本BNO 就完成registration 没有registration cert 你的registration cert 就是你的BNO 所以 爲什麽 一定要拿一本狗护照 一本护照 接一本护照 就是这样的 因为 它没有注册证书 的 BNO 是一个很奇怪的入籍 BNO和BDTC 是两个国际 但是 这两个国际 有什麽含义 我不在这里详细披露 因爲这个 我以前会员版说过 那个是有影响的 但是 影响的 我不说 因为你知道 啤梨 那些人 如果他还敢做BNO 来赚钱的话 我就 很多知识 我很难分享 我也说 我本来搞会员版 并不是为了赚钱的 我本来 就是因为 你这群啤梨 这群朋友 逼得我 就是 叶普成的朋友 逼得我 一定要close shut the door 就好像 最近有人在youtube教人 走钱 结果有些人的户口中了招 这个就是 你看到有些人 就是不负责的 这个世界 没办法的 有些人公开了 有些人 就会 玩到这件事尽量 凡事太上 就是缘分 使必组尽 这个风文幻画的经典对白 那BNO 他只有 一组人 我估计两组 现在其实已经多了 我想 去看 那部机 的 就是 他有个中间 database 当然BNO 那三百多万人 他就是那三百多万人的 对 人手不多 还要有些人 是一定要懂广东话 因为如果不然 你搞不定 那些 香港人的 粤语拼音 那些奇形怪状的 因为 譬如 你说 我都知道 不同人申请 Renew護照 不同组的 譬如 我Renew Passport 就永远都不会是 多少个组的人 never 但是 我Renew Passport 我都知道我的原因 我什么 Passport 我都不太好 我做的 但是 有原因 有些人的奇形怪状的 護照 他的电话 会自己编 那个组别 其实有的 也有根据的 不是乱编的 所有事情都有原因 什么都可以解释的 但是 HSPO 你本来BNO组的人 你突然间 涌入大量的申请 他们就 他们是会 手机的 就是他们 以往就好像有空 但以往 两个Working days 就一定会 issue到 BNO 给你的 就是你不用 副处 文件齐 呃 没什么奇怪的东西的话 两天就搞定 但是 最近 还要Brisid Brisid 有些英国人 有些Brisidter 就很恨自己那本 酒同色的EU皮护照 又跑去换黑色皮护那本 那跑去换黑色皮护那本 有些人是特别request的 就是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很恨欧文的 是 那 你那本黑色皮护那本护照 那你那里有一堆人手 结果就整件事就越 你HSPO玩到 暗基数上 所以你说 有 区议员暂停BNO 那个申请处的 我觉得不是不合理 是 是 没有办法 第一 没有那么多 墨牛 帮你搞得定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是 Dchell的问题 或者 Vertex的问题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 Intercontinental 那条线 刚刚才开始 復刻復刻 要将那些 旧东西都要时间清 我告诉你 因为我有些东西 我也在协助他们清 这些旧东西 就是他们 现在的物流公司 都是逐个和客人谈判 找到保险公司 谈 喂 可不可以有些东西拍摄 或者有些东西是 给钱赔偿 那些 有很多这些问题要谈 那些 很麻烦 但是 我又知道大家担忧的 因为国安法快要杀到 我 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的情况是 就是 当然如果你 做到renew 已经在网上做了申请 那你就是照记 了 因为记住了 你才可以 做 这个 emergency travel document 就是有时 那时候保证你走到 但是 如果你现在未走 未得的那些 你 我会这样看 这个情况 我知道 已经很多申请 已经不用做付出的了 已经豁免了counter sign的要求 因为 其实这个 不止是因为放在香港 是因为避免 counter sign的事情 是没得做的 因为大家知道 英国自己也有个个限 你找人counter sign 你也要接触人的 就是有个social contact 有social contact 你可能会传染病毒 那 不要玩 这些事情 那 counter sign那里 有 那里已经少了很多 其实 所以 我相信 就少了很多 demand 去counter sign 你也可以先找人counter sign 就是合资的 counter sign 当然 不要付钱 付钱犯法 我说明 Ban 这个人 就以为英国政府 不会抓他 做这种生意 有人blog了部分counter sign的人的资格 有被blog 但是以我所知就是 如果他们这几个人过英国的话 我相信有麻烦的 就是不要当英国政府是傻的 这个 就是 我很少 我不喜欢自己的channel 咬第二个KOL 就是 我猜劍不是例外 这个真的是人渣 但是 啤梨这种做法是极有问题的 就是如果有人还在信啤梨 那些人的话 我捉他去找 我也是觉得 黄毓民是製造很多垃圾的 其实 啤梨器其中一件 你可以找到counter sign的人先 就是联络了一些可能合资格的 就是不一定是议员的 有人问 是不是议员是合法的counter sign的人 我的答案就是 如果 议员 其实在英国来说 他是议员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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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直以来 counter sign的名屋里面 counter sign 是 在里面 是有原因的 这是英国的 嗯 结构的问题 ok counter sign 可能你住在那几栋屋 是街坊 通常都是街坊 或者是一个社区的人 你是那个社区人 你就算不是那个社区人 你就算不是那个社区人 你搞这种服务 你到时候 你都会做很多东西 在那里 所以 counter sign 可以 counter sign district counter sign 其实是同一个logic的问题 这是英国正体的 议员 议员 就是 很多时候 有些人质疑 那个BNO 为什么有些 註册 又是 counter sign 是 是 是 要 有些 有些人说 譬如有差也行 有差也行 有差应该是 法定可以做counter sign 或者一些公正工作的事情 例如在英国也是 在德国也是 德国有个服务叫post ident post ident post ident是 你申请譬如银行 他要认证你身份的时候 就是 你 我本passport给德国邮政班友 德国邮政班友 跟你对接 他会有部机 他有scan passport 的scanner 全部德国邮政的Terminal 都有的 他一scan 他会对到欧洲的中央治疗库 你是真的 你是EU Citizen 是真的 他就可以 立刻印章指出来 已经是photocopy了你的资料 你的资料 然后呢 他帮你寄过去相关机构的一元都不用给 所有费用由 那个机构负责 这个服务很棒的 在欧洲或者西方国家邮差 post office的officer 一直都有这个 视为一个专业人士 可以认证这些文件的权力 一直都有 OK 而且那个Canderthia 其实他 那个意思就是 他不是专业人士 是那个社区 recognize 一些人 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找 你的私人医生 就不行 除非你吃他 就是你吃了很久 为什么DOTOR不行呢 就是因为 那个跟NHS的制度有关的 因为你NHS一定跟一个GP 那是因为NHS制度 就是整个BNO的Canderthia 的设计 是跟英国的社会结构的 是有息息相关的 关系的 就是如果你不懂NHS 整个英国的社会结构 你走去问 为什么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为什么那个不行 你搞清楚那个 你将会在什么社会生活先 这个 这个 他那个是很多 那个Canderthia 的要求是 如果是在欧洲国家 是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 是很简单的 应该 但是在香港的环境 就比较麻烦 OK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或者比如 你住在欧洲的人 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 Canderthia 的要求 如果你 隔壁人士没有英籍 他就要你整个 一本 EU Passport 的彩色应引 但是 我 真的 这件事 我收到一个案子 就是有些德国人 就觉得很危难 就是 有人住在德国 那么 他本 都不知道BNO 或BC 要Canderthia 要不见了 不见了 Passport 就一定Canderthia 那接着呢 就 他问德国人做Canderthia 就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呢 就觉得很Hesitate 哇 大哥 要拍我整本护照 而且我出入记录都 虽然他的护照 有白痴痴的 你知道 如果你没有 EU 来说 你没有 Intercontinental 的Travel 的话 就一本没有印的 就是有些德国人 就试过 就是为了护照 有人有个记录 嘛 那 要 扔神经人 那结果那些 就是有些Police side 就觉得 哇 搞错了 大哥 我们不能扔掉那本文 就是有些他就要用一些技术手段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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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那个印本身 是 不是一个 Immigration Control 就是 就是 当是紀念品 但是其实很多 官员不喜欢这种行为 OK 就是有些人 喜欢 我那本护照 做Stamp Connecting 我听过这种例子 但是 真的 那些Police sid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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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本护照拍过去 大哥 你这个真的是 侵犯私人 那他就 要找 找回一些英籍人士 因为英籍人士 就行 或者是 奥尔安籍人士 就行 有些人就不明白 什么叫英籍人士 那是Kandasai 在Kandasai的角度 英籍人士就是BNO加BC 都是 所以你不一定找个BC做Kandasai 找个BC做Kandasai 都可以的 找个 找个爱尔安人做Kandasai 都一样可以的 因为 爱尔安和英国的外政部的系统是通的 通缉的 通缉的 这个是Comber Travel Area 那部分 有些人很奇怪 为什么爱尔安这么特别 爱尔安北欧也很特别 就是 爱尔安虽然独立了 但是呢 英国因为基于北外仍然存在的现实 爱尔安人在英国的权利 以至很多的待遇上 仍然视为British citizens 例如 爱尔安人可以当兵 当英军 到现在仍然可以 这个安排很奇怪 但是 在英国人那时候 是不奇怪的 因为那是历史的惡励 一些奇怪的事情 跟着他说 呃 除了这样之外 还有就是 我们 就是 爱尔安人 在 英国 如果是不视为Aliens 就是同样道理 British citizens 在爱尔安是不可以当Aliens 那个原因是 跟当年英国分家分得不干净有关 就是 所以为什么有些爱尔安的和谷 仍然用Free Stay 可以来形容今天的Republic of Aliens 是有原因的 不是完全没有原因 没错 爱尔安有自己的总统 有自己的 很多 憲政上的东西 在这里 不跟英国没关系 问题就是 当然 爱尔安是 很多法的 都仍然是有什么 善惑英文是事发法的 这些 古石山的东西 通常是没有人执法的 但是 要执法 我估计多50年 都还没执完 应该 这些 太复杂了 那 跟着 另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 北爱是未走的 北爱 为什么 联合王国 要加北爱 是一个国名 因为北爱 以当然 爱尔安的残余 默留在英国 它是四个United Kingdoms 的Nation 之一 北爱不是以北爱尔安的身份 留在联合王国 是以爱尔安的身份 留在联合王国 所以 就变成了 你北爱的人 我不能分 哪些人是RI 即是Republic的人 哪些人不是Republic的人 结果英国就是 噢 我把你都当成了 Iris Iris 对我而言 就跟British是一样的 所以 很多英联帮国家 都想争取这个待遇 就是 等同Iris 那个 这个 待遇 但是一直以来 他们就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 在法理的样子 就没有这样做 尤非你是英联帮国家 加入 原来是Kingdom 和Nation 那就行 就是 做一些 分手不干净的安排 就 就好像一对情侣分手 就是 扭断司令 这样的怪事 但是 这个是 厚话的 这个是有点离题的 就是 这些是 我的圈告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的文件 如果你还有一招 如果你有亲友在欧陆呢 或者是 美洲 你可以先 你可以绕路的 尝试 OK 或者 因为你直接去英国 也没意思的 不如你直接去英国政府 就是 我相信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这件事 就是 DN的这个续席问题 我相信 可能是去到7月会比较好 因为 7月的墨牛 或者那些机器 要开回呢 就好很多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那些机器要开回 那些机器不开回呢 特别是 passenger flight 就不开回呢 那些文件呢 就和那些货 一起 就 呃 加上 人手有限 就有点烦的 就是 我相信 7月的疫情会更好 或者 我相信 最终可能会逼到英国政府 重开 香港使館的 签证签法部 但是 当然也是个问题 这些护照玉 都要在这儿 就是 你没有护照玉 而且护照玉 那个 运输问题 是一个普遍问题 就是为什么当初 我收回全球中央的发出呢 一个很大的恐怕 就是那些 空白护照 因为如果空白护照被人偷了 那些肉 是可以 做政绩 是很麻烦的 所以 为什么 欧洲的各国政府 包括英国最终 都要是 中央发出 是有运输的 这个人太大了 那今晚的节目 我先说到这儿 因为我觉得 原来大家对国际的事情 那个兴趣 还没有建立 因为 李光要那集 收市就低了一点 OK 我觉得 大家可能 都是想听一些 比较兴奋的事情 我都会分析最近国际政治的一些议题 那今天 今晚先说到这里 拜拜